天王21年 也就是1552年4月17日 枝田信长接替其父枝田信秀 成为枝田家那龟野之族的组长后 迎来到他自己的第一场战役 三之三四种之战 这里先给没有看过枝田信秀片的新观众 介绍一下信长当时的情况 没看过也不用硬搏老视频的 基本上明知光秀之前的视频质量不如现在的 而且以后如果做金川一元 太原雪灾 松平清康 小豆瓣之战什么的视频之类的 会再次提到这些故事 总之信长当时是在伟张国 也就是现在的爱知县西部 他是前代家族枝田信秀的赤子 也有说是三子 但因为是敌长子 所以由他继承了家都 在信长的少年时代 伟张名义上的统治者是守护的斯波氏 但是斯波氏当时被守护带的 枝田氏取代的历史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而枝田氏的族长是枝田达顺 他也是青州城的城主 信长的父亲 枝田信秀是被称为青州山凤行的 枝田氏三个豪强之族之一 他对战争和商业都很有天赋 而且雄心勃勃 所以势力发展得很快 枝田氏的权柄也正在从枝田达顺这一支 逐渐被枝田信秀这一支取代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当时伟张国一代 正在同时发生老二对老大 和老三对老二两个下课上事件 而枝田信秀之所以能扩张领土和兵力 是因为他很有钱 而他之所以很有钱 是因为他掌握着名古无成 当地的商业重镇热田 而他能掌握热田 又是因为信长的祖父枝田信定 以前是负责整个志田家的行商和预算活动的 后来他们一族得到提拔时 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了专营权 在这种情况下 志田信秀分别与北面美龙国的实力派 栽藤道三 以及东面郡和国的实力派 金川议员频繁的交战 最出名的战斗有小豆板之战 锦之口之战 加纳口之战 信秀经常是主动进攻防 然后惨败结束 突出一个人菜引大 不过因为信秀外交出色 整体来说他的势力扩张非常的迅猛 1549年开始 志田信秀集中精力处理志田市内部的派系斗争 同时为他的儿子志田信常 和栽藤道三的女儿龙姬安排婚事 与美龙的战争自然而然也就结束了 将来信常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金川家 这时信常16岁 两年之后 也就是1551年3月 信秀去世 信常以敌长子和指定继承人双重buff 继承那股也志田家 但正如众所周知的 此时的信常正处于被周围人称为伪装大傻瓜的 尚未发挥才能的时期 即使是他的盟友 家臣 有力的长辈们 都在怀疑他将来的作为 很多人的想法都是 侍奉他这样一个迟早要玩的主宫 完全是看不到未来的 不如另谋出路 忠诚度高一点的 就转而拥立别的志田信帝的更可靠的后代 比如志田信行 忠诚度低的 就直接转投别的敌对大名了 比如 被信秀分为明海城城组的三口教绩 就果断带着明海城投降了金川家 据说三口家族原本是三口县大类式的一只 但在某个难以考证的时期 他们家族有人来到了伪装 并在一个小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然后被志田市收编 用他们故乡的名字给他们取了姓氏三口 三口教绩后来成了信秀的附庸 并且因为勇猛得到了信秀的信任 尤其在小豆板之战中 攻心卓著 信秀把明海城这个与主要假想敌交界出的重要城池 委任给教绩 也证明了信秀对他的信任所言不虚 然而在信秀史后 教绩下定决心 转换到更有希望的金川家阵营 他命令自己的儿子三口教绩守明海城 并且在力士等要害地区修建防御性攻势 之后金川家的刚不原信等人来到明海城 接受三口教绩的指挥 扩充明海城兵力 为了以防万一 教绩还在中村修筑了农屋 以备战时之需 信常看到这种情况 亲自率领一只约800人的军队 从闹谷野城出发 转移到中根村驻扎 并从这里开始向小明海入侵 首先他们登上了当地的高地 三之三 天王21年4月17日 当时信常年仅19岁 虽然说他在14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跟随之田信秀的第一场战斗经验 但这次才是他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有参与权的战役 更重要的是 现在他是没有太上皇的真正的家都 他必须承担战斗的结果和一切责任 显然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战国势力的真正第一战 这就是三之三四种之战 他的对手驻守明海城的三口教集 这一年也仅仅比他年长一岁 相当的青年才俊 在三口家投降金川家的短短时间里 教集就已经建立起了在金川加成中的支持网络 使得金川议员决定将来重用他 作为对信常带兵挑衅的回应 教集也率领一支1500人的部队离开了明海城 在城北大约1.5公里的位置驻扎 对信常的部队而言 教集的部队是在三之三以东的大约1.5公里位置 信常从三之三顶看到了三口部队的情况 派内藤顺戒和荒川与石狼 率领先前队向赤种激发 当先锋部队距离只剩下10米左右的时候 双方同时开始放箭 随后发生了短暂的远残战斗 荒川与石狼下腹部中箭 三口急升 随即落马战斗不能 三口军士兵健壮想要取得他的手机 有人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拖走 有人则打算取走他的剑柄 不过信常方士兵也奋力争夺 最后与石狼并没有被砍去手机 战斗从上午10点左右正式开始 到中午时分已经完全变成打群架 人们互相殴打 被打退然后又重新发起进攻 不断的重复 然而 由于战斗双方距离实在太近 他们都无法取走已经杀死了对方士兵的手机 战斗被拉开之后 双方又隔着战场七八米对峙了几个小时 最终 当天的战斗没有任何结果 信常方面的记录说 双方均阵亡了30人左右 由于双方原本基本都互相认识 战后的交换俘虏和战利品进行的毫无策略可言 双方都无法欺骗对方 老老实实的完成了战后清算 日后令人闻风上胆的大魔王知田信常 第一场战斗就这样平平无奇的以平局结束了 甚至可以说打的根本不像一场战役 而且 原本这就是知田家的家臣带着自己的封地投敌的故事 信常作为主军讨伐叛议 本应该是进攻方 而既然战斗结果是平局 那么战略上就是信常战败了呗 之后信常为自己晚尊说 真不愧是身受父亲所期待的三口教计 成为对手之后果然难缠 其实他的对手明明是三口教计的儿子三口教计 虽然不知道年轻的信常 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还是真心称赞 但他都不信言中了 成为对手之后的三口教计 果然很难缠 这场战斗之后没过多久 教计就通过计谋和外交操作 成功取得了大高城和踏挂城 成为了伟章和三合之间 举足轻重的势力 而对信常而言 这就要的亲命了 本来靠近三合边界的 最重要的防御据点 就是这三座城 这下反而成了金川日元 将来要进攻伟章时的桥头堡 为了抵冲其影响 信常围着三座城 一次性修建了 丹夏 善造室 中导 雾金 丸根 五座防御性据点 然而不久之后 刚不原信被金川日元 任命为明海城代 正式取代三口教计 成为明海城的主人 大高城和踏挂城 实际上的控制者 也被换成了金川家的旧家城 原本金川日元 是打算给三口教计 和三口教计父子 为以重任 但是二人前往俊和 接受风赏的旅程 却是以二人被日元 命令切副为结局 关于金川日元 和三口教计 关系急剧转折的原因 现在仍没有定论 主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信常的阴谋成功 使得金川日元认为 三口教计 乃是枝田家 发送往金川家的苦肉计 最终二人百口莫辩 被处以死刑 另一说是认为 二人在俊和时 被信常派的人暗杀 金川议员为了安定 前方军心 假称发现三口教计 屠谋叛变 以及命令其切副自杀 至于金川议员 为了让更可靠的家城 控制三座重要城池 而故意除掉三口家的说法 基本属于野石范畴 也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不符 然后三缸装疤的小说 他又剪财两说 还写了一段信常亲自带人去三合造谣和暗杀的刺激剧情 甚至还给了栽藤家一部分戏份 演绎的相当出色 总之三缸装疤版的日本战果小说 是真的很适合灵机出入门 不仅跟在网上看各种老说法的反复洗稿内容比起来 对树立正确的方向感大大有利 而且其小说本身 也比大多数的网上碎变化信息和农场文更精彩有趣 关于三口教计父子 切副事件发生的时间的说法 目前还很不可靠 一说是发生在三之三次总之战后的天文22年 另一说是发生在统侠间之战前的永禄三年 总之就是神秘而可悲的结局 毕竟三口教计这段开局卡 本来就是一脸大人物的设定吧 天文年间就获得了知田信长和金川议员肯定的男人 不输松平家的过渡势力 无论是在知田家的加成团 还是金川家的加成团中 受重视程度都名列前茅 而这三口教计也是年仅20岁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幕僚团 就这样的开局 跟着混年功序列将来都很有可能要封十万弹往上的 但是历史就是给了他这样一个结局 谁也不能知道他的真正潜力 反而成了一个极其无名的历史小人物 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啊 真的是不可预料 历史也是充满了突然变故 总有些人什么也没有做错 但就是输了 也总有些人随波族流想要躲在所谓的大多数的后面 却被历史单拎出来 即使是到了1911年年初 黎元宏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民国早期最有议会号召力的人物之一吧 他可能甚至都想不到蜻蜓撑不过这一年 这是读历史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样的经历可遇不可求 我们却能从历史人物的故事中感同身受 但这要求爱好者不满足于故事的大概和脸谱化的人物理解 而需要在此基础上更多的收集不同的信息 组合出更有人格的可能性 如果喜欢这样的故事记得关注我 了解更多有细节有温度的历史 这里是巫女花善里 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 下次我们接着说统霞间之战 和围绕被山口策反的三座城池 之田家与金川家的博弈